到淡水,看夕阳,吃寿司 淡水夕阳景色很吸引人 看完夕阳后,业务黄春明推荐 可以到老街中的这家餐厅用餐 这家餐厅的东西非常好吃 老板又很亲切 他最推荐这里的秋刀鱼 我吃到的煮法都是用烤的 唯独在这个餐厅会吃到剩余片 来自日本北海道的秋刀鱼 因为够新鲜可以生食 嘴上日本鸣盒和万能葱 淋上柠檬汁 能尝到秋刀鱼的油汁香气 一般有规模的日本料亭 也提供的山药鱼鱼 这里也有 把日本山药鱼鱼都切成细丝 沾上柴鱼昆布酱汁 吃来脆脆的 另外季节限定 只用雪鱼金囊制作的白子寿司 强调只烫五秒就起锅 没有腥味又特别 以大火稍微炙烧出油脂清香的 饼木鱼鱼鱼鱼鱼鱼肉 吃得到烧烤的香气 和脆痰的口感 也很受欢迎 东新闻台北报道